現在說到水 當然水有什麼用呢 它分為家裡 最基本的飲用 飲用、洗澡、洗澡等 農場裡面當然是用來種植物 或者動物都要喝的 工業上面 我們會用來洗澡 這是用的造成 algún eat 或用來沿洗 或用來 Walker 用水混合棄料 用去溶解其他食材 再去造成作用 還是冷凍 其實我們都學過把東西冷凍 因為水是吸熱吸得很厲害 它才會升高到1度 所以它是蠻好的用來散熱 發電廠的話 水是用來做什麼呢 水是用來電的話 它是用來... 它這個是... 對,沒錯 它是發電廠的燃料 例如燃燒煤或石油 石油或天然氣 然後燃燒煲滾水 然後水會推動風車之類的東西 它就會將它轉化成為電能 將動能轉化成為電能 所以在發電廠的話 水是用作蒸氣用 然後水是從哪裡來的呢 人類用的水基本上是來自於河流 一方面它是淡水 第二方面因為人不可以喝鹹水 第二方面它不是所有地方都近海 反而河比較多人可以用到河 河是一個支流 但是比較容易用到 另一方面就是地下水 例如水井這些 它地下水的就叫做Ground Water 例如它騷了一個這樣的東西 因為我們平時下雨之後 這些水會進入地底下 但它不是無限制的可以進入裡面 因為去到下面的時候 它的岩石就會很硬 硬到它根本就滲透不進去 也沒有洞 但某一部分都還可以的 這裡不一定是岩石 它可以在泥或者沙 它就積存了水在這裡 我們可以滑井 做一個崩水上來 這個地方叫做Aquifer 它說它是岩石 其實不一定是石 可以是沙泥 還有它儲存到水 儲存到水的岩層 當然水是不清潔的 不能用來飲用 最主要是有很多 例如有些髒的東西在裡面 有些固體的東西在裡面 例如沙石、泥等 更重要是有微生物 例如細菌或者其他病毒等 如果喝了一些髒的水 會導致病 例如癌症 這不是病 這是病症 病就是這些 Chorrora 即是我們所說的 Typhoid 即是傷寒 這些是Chorrora 這些也是 你染上Chorrora 你不斷肚餓 然後脫水就死了 這樣 怎樣可以令水乾淨 可以令到 傳輸來 變成我們的治療水 首先是找一個比較清潔的水源 基本上不會有坑渠 你會從河裡找到 或者是Aquifar 放一些水上來 然後把一些比較大粒 的Solid 材料 弄走 那怎樣弄走它 有些你要用的方法 令到大家黏在一大塊 然後所謂Skim off 即是等於浮上水面 然後撈走它 有些可以將它通過 經過Filter 不是實驗室 不會用Filter Paper 它會用Graybo 即是碎石仔 或者沙粒 有些大粒的 會被固定在那裏 小的才能通過 然後把細菌 例如用Chorrorine 氯氣去消毒 然後將它儲存在 一個儲存的地方 一個水庫之類的地方 這個應該不是我們說 露天的水庫 如果露天就會變得更髒 應該是水廠裏面的水庫 然後就倒到家裡 有了